不喝? 哈囉大家好 我是三個字SoundGut 現代不論是休閒時間還是工作時間 大多數的時候都是在用手機 尤其用手機打字傳訊息的速度 就可以很直接的展露出 你是不是一個已經快被時代給淘汰掉的人 有許多現代的年輕人 連把手機放在屁股那邊都可以偷偷的打字了 但在這個手機越大越貴就越好的時代下 許多人都會買比較大螢幕的大手機 但手機打多了熟練了之後 就像是單手開車一樣 一隻手一根拇指就能打得非常順手 不過其實這樣的打字的習慣 反而造成了許多人的拇指受傷的問題 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前幾天剛好有個新聞是 林舒遥回憶在NBA與LaBron對位的時候 感嘆到LaBron的身體數值強大到 連手掌都會有肌肉 其實林舒遥當然知道手掌有肌肉 畢竟他是在NBA打過的 手指的訓練都得要做到滿才行 才能對於球有更好的掌握度 只是LaBron撞到連手掌都可以明顯的 感受出肌肉的厚實度 那我們手掌這邊的肌肉 就像是貓貓狗狗的肉球一樣 在撐地板或是撐台面時 能夠給予緩衝 只是我們有兩塊 分別是大拇指下面的大魚雞雞 還有小指下面的小魚雞雞 而其中的大魚雞雞 就是你在用手機打字時 主要負責了肌肉了 他從我們的大拇指根部 長到我們手掌根的位置 由於非常厚實有力 所以他也是你在用拇指來對止抓握 提重拿東西時主要負責處理的肌群 讓你抓什麼都可以抓得牢固 但也是因為在日常生活中太實用了 幾乎所有跟手部有關的抓握動作 都一定等要用到拇指才行 所以大魚雞雞也常常被用到過牢受傷 導致許多人連開瓶罐轉門把都會有困難 那要預防這樣子的受傷問題 其實就是要很直觀的 直接減少對於拇指肌肉的負荷 那其實我們的肌肉都會有一個比較好收縮的範圍 因為我們的肌肉是有一定的長度的 太長或是太短的話都會不好收縮 舉個例子來說好了 我們的壯壯二頭肌呢 它用來提重池 你會發現它在手肘彎曲90度左右時 是最好出力的 你把你的手肘打得過直 或是把它彎得過多 都會變得難以出力 因為這些角度下它的視力效率會變差很多 那同樣的道理 我們的大魚雞雞在使用時 也有一個比較視力起來有效率的範圍 也就是你把你的拇指放鬆時 它會保持在微微的彎曲狀態下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它動作起來是輕鬆的 比較舒服的 那要去找這個範圍的極限其實很簡單 你先要把手機轉成橫的 你會發現一段範圍內你的拇指不管怎麼動 都不太會覺得拇指下面那塊肌肉會覺得緊繃感 但如果你把拇指往另一側伸到一個快極限的距離時 你會發現在這邊打字時 你的拇指下面那塊肌肉會特別的緊繃 甚至打多了就會造成痠痛感 因此要如何避免手機打字時所造成的拇指受傷 我建議會有兩種方法 第一個就是使用適合的手機大小 以我拿的手機來說 你會發現我在用拇指打字時 大部分的範圍都是可以用拇指輕鬆施力的範圍 大概只有按到拇指的最外側 那五分之一會特別的需要伸出去處理 會感覺到拇指下面的肌肉是稍微有緊繃出力感的 但要是我是買iPhone Pro那種比較加大的手機的話 這樣得要特別處理的範圍就會增多 那麼我打字多了就更容易造成拇指痛的問題 所以如果想要避免這樣的問題 那麼手小的人就得要買比較小的機身 讓你可以確保一手掌握 大家其實在操作的時候就可以直接用拇指打字來看看 你要是覺得有四分之一以上的螢幕範圍打起來 都會覺得拇指那邊特別有緊繃感的話 那麼就代表說這個手機對你來說有點太大了 打多了可能會對手指有點不舒服 那第二個方法就是改右雙手打字 有些人雖然手小 但還是喜歡大螢幕破的優越感 或是眼睛真的看得比較不清楚 需要特別加大的螢幕 那麼就建議打字時不要偷懶的用單手拇指來操作 而是一隻手抓著另外一隻手打字 或是兩隻手一起抓著一邊的拇指管一半 大家都不越界 這兩種方法都可以讓你的大魚雞雞 比較不會疲勞受傷囉 那其實關於手機打字的嚴重性 我也是比較後面才意識到的 畢竟我有一陣子真的不明白 為什麼總是有一群人 他們都會覺得拇指卡卡的不太舒服 甚至只要連彎拇指都會痛到不敢壓下去 直到這些人都跟我說他們超愛打手遊 但是每天都要用手機打字傳去工作 我才意識到原來真的是使用手機的習慣害的 其實手機的方便真的給物理知道 是太多太多的業績了 太偉大了 那其實也有這樣症狀的許多人 都只是大魚雞雞這邊的疲勞損傷所造成的而已 所以大家自己可以做點簡單的按摩 來讓大魚雞雞這邊做放鬆 那方法很簡單 首先找到一顆球棒球直接的硬度 然後又沒有凸起尖刺的球 然後我們再跟大家確認一下我們大魚雞雞的位置 差不多就在拇指下方 一整塊肉球的這個根部的位置 走向就差不多是從我們的拇指根部 轉到我們的手掌根部這段 所以接下來的按摩方向要垂直這條肌肉 這差不多是圖上的這個走向 所以實際上看起來就讓我們的球 往我們手筆的方向去做按摩 那按的方法也很簡單 就是把球用我們的肉球把它壓下去 然後做我們剛剛前面說的那個方向的按摩 去撥動我們的大魚雞雞 那我在實際幫患者處理的時候會發現 這邊受傷的人 多數都會在比較靠近外側邊緣這段 比較容易緊繃受傷 所以撥動的時候可以比較往外側邊找看看 如果壓到比較有問題的點時會稍微帶點舒服的痠痛感 那比較嚴重的話甚至會帶點刺痛感 那都是正常的 你不要壓起來太不舒服就好了 那如果你覺得自己拇指卡卡不舒服的問題呢 是因為大魚雞雞這邊的話呢 你可以做完這個樣的放鬆之後 再試著動一動自己的大拇指看看 如果這樣做完之後又比較舒服的話 就代表說你是這樣的問題囉 除了做些自主的放鬆之外 平常用手機打字的習慣 一定要稍微改一下才行 但如果說真的做完之後還是效果不髒 但是你還是很想把拇指的問題搞定的話呢 就建議你去究竟找物理治療所看看 說不定問題根本就不在大魚雞這邊 而是用其他問題所傳導過來的 所以有其他狀況的話呢 就還是讓專業的來吧 那這次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3SUNGA 我們下次再見啦 掰掰